这个应该是王思聪的爸 王健林啊 这个应该是他妈 这个就是王思聪 这个王思聪没错 那么他们弄的问题呢 说王思聪为什么不喜欢端庄的女人 也不怕 也不怕王思聪起诉他们 也没办法起诉 人太多了 他的妈妈叫林宁 霍赞最高的一个说法啊 说王思聪他妈就是美丽端庄的天花板 这么多年就没有人说过 王思聪的爹有什么绯闻吗 没有啊 别说他爹不敢呢 参见刘强东 参见王时 王思聪从小就是见美丽端庄天花板长大的 且意识肯定就是要找另一类型 这个逻辑没有给我们亮明啊 怎么他妈就是这个 美丽端庄 他儿子就找老婆就得找 反美丽端庄 这是闲着淡着的这些个问题 朋友们 我都出汗了 觉得哨子哄吗 这议论这是干啥 你们谁点击来看这个视频呢 也得害臊啊 太臊 王思聪在微博上的那个签名 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 这有证据啊 签名是写的这个上偶双性恋 看 这个多这个惊世害俗啊 双性恋就是男女通吃 男女都喜欢 上偶就是已经不结婚了 接的会已经死了 持财狂傲 又有才华 又有钱财 持财狂傲 王思聪 这个是热点的问题啊 题目就很惊悚 我就奇怪 你们点进来看这个问题干啥 看这个干啥 你说你们 嗯 嗯